历经千百年的漫长岁月 绵延不断传承至今的传统手工艺 如同炼焰的波光 闪烁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 翻开人类历史的篇章 自远古以来 人就与石头结下了不解之缘 雕塑更是以人类最初表达情感 渴望生存的形式 而存在 中国石雕艺术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历史悠长 经过千百年来的发展与演变 创造了绚烂辉煌的石雕文化 福建寿山与浙江青田的工艺石雕文化 以其天生励志和精美的雕刻技巧 向世人展示各自独特的工艺石雕魅力 中国民间流传着这样的美丽传说 人之母女娲补补 人之母女娲补天路过寿山青田 将美丽的菜石散落在荒山西畔和田野里 画成了光彩石雕文化成了光彩石雕刻成精美无比的工艺佳作 青田位于浙江省欧江中下游的沿岸 距今一亿两千万年 由于地质的变动形成了一种叶辣石 湿润丽五彩斑斓 实性清纯文理精美 是雕刻的上选之才 它就是青田石 寿山位于福建省福州市 约三十公里的山卵水溅中 青山绿水 寿山石雕与青田石雕 红薯叶辣石 却有不同之处 寿山石雕着重于福雕博弈 而青田石雕则建长于楼雕俏色 所以不同 取决于石材的地质不同 再者题材有别 让我们一起来追溯寿山与青田的石雕历史 最早的青田石雕始于殷商时期 距今约有三千多年历史 这件六朝时期殉藏用的小卧珠 是迄今见到的最早作品 线条洗练造型古朴 唐代佛教圣行 僧侣成为寿山石雕的先行者和主要的传播者 风景秀丽的寿山是佛教香火兴盛之地 四方相克来往不绝 当时住在寿庙里的僧人 常在农耕时发现寿山石 见其湿润可爱 于是常常就地取材 磨砺雕琢成佛像 香炉 念珠等佛门用具 香客往来也作为礼品馈赠 因其影响 佛教的踪迹在寿山石雕中处处可寻 清田石雕的发展历史曲折感人 最初只刻画小块的藏书章 也叫图书印 清田石雕最早被文士用作壮刻石材 清田石雕到明清两代极为盛行 雕刻的技法越现精美 乾隆皇帝 乾隆皇帝八旬万寿节 尽得天下宝物 却没有一件引起关注的 大臣将一套六十枚清田石雕刻而成的 宝典符书印章 尽献圣上作为寿礼 深得乾隆皇帝的喜爱 清田人的历史 随着清田的石雕历史而改变 距今三百年前清朝中期 清田人携带石雕远渡重洋 来到世界各地出售石雕 他们身处异乡 习俗不懂 语言不通 仅靠模糊的手语进行买卖 就是新奇精美的石雕 使他们生存了下来 这便是清田的第一代华侨 从此清田人纷纷以旅居海外 进行商贸活动为事业 把远离重洋看作像回家般的轻松 我们不得不钦佩 清田人的开拓精神 民国年间 清田石雕一度相当繁盛 上海 温州 普陀 南京等地 均设有石雕工厂和商店 石雕大量出口 清田石雕的发展历史 也是清田人的发展历史 清田石雕之名 传播全世界的同时 二十几万的清田华侨 也造就了清田成为著名的华侨之乡 远居海外的人口 占清田县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之多 时至今日 清田人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 杨茜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清田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雪山后 既然曾经他本身 dif journeys 丢一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生都与这些玲珑剔透的清田石紧紧联系在一起 每一件用心血雕琢而成的作品都映射出老人的智慧和辛劳 在这些璀璨的工艺真品的背后有多少辛苦的劳作 清田县 华侨之乡因其特殊的历史环境 从而形成了独特的海派风格 在这里你可以品尝到全世界最正宗的咖啡 茶社中的品茶论石已成为生活的石上 几乎每个清田人都会对你描述 关于清田石雕的过去 现在 将来 清田石在清田境内分布很广 山口镇叶辣石矿质量较好 产量丰厚 多种名贵石料都产在这里 当地雕刻工艺精湛 藏品丰富 许许多多的游客慕名而来 这位慈祥建坛的老人 就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尼东方 这一家作品是清田石雕 作品叫发号悠悠 那么这一块石度呢 就是清田石封门石 是最名贵的石度 当时呢 我买到这一块石度 两边都是硬的 就是夹在中间 一层冻石 当时呢 我呢 就是商贴不接着客人 就是把两边硬的处理了 那么就是我也非常高兴 已经过来迪远关了 那么以后呢 我在这一家作品的钩丝 就是这么薄薄的一片 这个石度呢 盐一点力都没有 还有另外还有红的巧色 那么石度巧 钩丝都很难很难 到时呢 我想了几天 以后呢 钩丝这些花号悠悠 那么中间呢 丑里也能满月 这边红绿 这边红绿就要谋刀 这边就要那个桃花 这还有两个白头监牢 就是花号悠悠悠 白头监牢 那么这些作品 以后我钩丝成功以后呢 我也非常高兴 过了第二关 那么第三关就是 来雕刻 经雕刻 那么这是没有问题 那么以后 五部这些作品 过往前以后呢 使雕刻呢 在我这些作品呢 都是评价比较高 那么以后 这些文章们刻到这里穿光 它都会给我一个好的评价 那么九亿年的游战部到这里呢 选那个这个清战史雕 游票 它依然看中这一家作品 以后呢 九二年 十二月十五号 发现游票了 就是我一生当中呢 是在这里的作品 这件作品名为《秋》 栩栩如生的骨碎 沉甸甸地挂在枝头 老人表达了丰收的喜悦 翘色金雕 阴才诗意 金色的骨碎 随风飘动的骨叶 体现田野丰收在往 这一作品是《秋》 《秋》就是体现了这个金丘 农业丰收 当时呢 我找到这一块石头 就是这块石头叫这个清战史 叫做暖关冻 就是清战史最好的 里边呢 是一条一条是黄的 还有一些一群群败的 当时呢 我考虑呢 炒作一件呢 就是骨子 骨子 我们南方人叫小米骨子 当当时呢 我们这里呢 骨子没有种的 才北方才有 尽巧呢 我的儿子呢 才山东长辨 要我写去隔壇 就要带些呢 骨子的种子过来 以后呢 我种起来 就是每个间断 我都去体验生活 就都去考虑考虑 以后就考虑 那么炒作这一件之后呢 就是五百个石头呢 处理的孩子比较寒冷 那么黄的钓湖水 背的钓椅子 那么这件是代表的清战史 叫这个链钓 一起去链钓的 花了时间的最多 花了一年时间 那么以后才七八年 全国的公寓们说 长辣灰时间呢 我送到北京村家长辣 那么这一年呢 正是呢 曾晓彬同志呢 实际上这次长辣灰时间呢 他看了清战史业以后 看了这些作品 他提到这个巧色用的好 过了几天呢 这个人民日报也订出来 文件也下来了 我们清战人都非常高兴 在我们清战史业 都是很大的启发 老人和家人 一直生活在 他一手创建的西石斋 每日除迎接前来 赏识的四方朋友外 还在辛勤的创作和兽图 这间兽笔南山 出自中国另外一位 工艺美术大师 张爱婷之手 兽星是我国神话故事中的一位长寿仙翁 象征健康长寿 幸福吉祥的福星 兽星矮敦敦敦的个子 拄着拐杖 满面春风 手托仙桃 精神健康 头颅硕大 显得福大而受高 既有一般上古神仙的遗风 又有一股凡人的长者气质 围绕在兽星身边的童子 鹿 鹤和蝙蝠 策书 如意 一派喜洋洋的场面 一洞一静 一柔一刚 一精一细 一浓一淡 灵性凸显 寿山村人口稀少 约继一千多人 在这座古色古香的山村里 人们的生活显得安静 咸和 千百年来 人们一直从事采石的工作 世世代代 采石人几乎在同一个地方 不断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以说它才有那么生动的体现 这些猪以后继而它又深入到生活当中去了解 因为受伤式的颜色比较丰富色彩 七灯黄绿青蓝子可以说色色俱全 那宏大师那时候曾经去外省去参观 他看到牙雕的这些花果蓝 他就游览而生 有一个意念出来 你比如说像牙雕的这些花果蓝 它颜色只能是单一的 牙雕就是一种颜色 它就像如果我受伤式 如果应用那个技术 把这些花果蓝运用到我受伤式当中的话 可能就非常漂亮 所以说它然后就不断地体验生活 深入到果园当中去 去了解每一种果汁的特点 来应用它自己的深入实践当中 你比如说它就体会到 比如说磕黎绿 现在我们珍藏在北京工艺美术馆当中 有一件作品 也是邮票当中的一件作品 叫做花果蓝蓝 而在邮票上面的名称叫做 寒香蕴蕴 那件作品当中就磕了一大串的黎绿 在那个那件作品当中 在北京呼吸门外 那个中国工艺美术馆 那些它就体会到 在树上的泥汁 跟树上采下来 那个几分钟以后的泥汁就不一样 它里面的刺 那个刺就不一样 所以说那个艺人们会体现到 这么深入生活到 这么观察这么细致 所以说它磕出来这些 满蓝的花果当然是非常漂亮 就非常漂亮 非常深度 非常逼真 再加上瘦三世的这些 五彩缤纷的色彩 就更逼真的比现 我们这些花果蓝作品 体现了也可以说寓意 było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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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为文多 朝复凿 四阴野烧 转银黄 世间荣辱 不足教 日暮天寒 山路长 一方石块 几经雕琢 是人在雕琢石块 还是石块在雕琢人呢 人们在苦苦追寻着 一个关于石头的梦 一个美好人生的梦 石雕艺术远远流长 生生不息 作为千年的国之瑰宝 得到世人的无限青睐 历经千百年的漫长岁月 绵延不断传承至今的传统手工艺 如同炼焰的波光 闪烁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 放开人类历史的篇章 自远古以来 人就与石头结下了不解之缘 雕塑更是以人类最初表达情感 渴望生存的形式而存在 中国石雕艺术在其中扮演着 重要的角色 历史悠长 经过千百年来的发展与演变 创造了绚烂辉煌的石雕文化 建筑石雕 石用石雕 早已走入我们的生活 自石器时代 人类就开采石头 早用石头 不仅作为生产工具 还用来建造房屋 装饰空间 历经千百年的漫长岁月 绵延不断传承至今的传统手工艺 如同炼焰的波光 闪烁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 放开人类历史的篇章 自远古以来 人就与石头结下了不解之缘 雕塑更是以人类最初表达情感 渴望生存的形式而存在 中国石雕艺术 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历史悠长 经过千百年来的发展与演变 创造了绚烂辉煌的石雕文化 建筑石雕 石用石雕早已走入我们的生活 自石器时代 人类就开采石头 早用石头 不仅作为生产工具 还用来建造房屋 装饰空间 河北曲阳县城南的黄山 自古以来盛产汉白玉大理石 洁白晶莹 纯净细腻 润滑坚韧 经久耐磨 色泽不衰 许阳的石雕始于汉代至今 许阳北岳庙始建于 北魏宣武帝时期 至今已有 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 庙内主要建筑的宁之殿 琉璃瓦顶 重严四柱 四周白玉石栏杆 狮子 灵窗装刻 均为元代作品 精巧生动 随着文明的发展 雕塑 一直随着社会的变迁 而改变自己的面貌 被世人所瞩目 汉族文化至六朝史受佛教影响 秦汉之事 实为华夏文明一个重要时期 实质天下一统 成平盛世 民有余力以迎居士陵墓 从此开始了真正的石雕艺术时代 世代曲阳人多以石雕为业 千百年的传承与雕琢 出现了许许多多的石雕大师 真言苍大师 一位曲阳石雕的前辈 曲阳石雕最兴生的有这么几个时代 一个是汉朝 汉朝第一次从这个印度引进佛像以后 这是个兴生时期 唐朝 唐朝的经济发达 这个艺术肯定一直发达 这是个兴生时期 再一个就是卑魏 卑魏这个皇帝母 喜欢文学和艺术 这个 他建造了 这个大通的这个云冈石雕 还有洛阳的龙美石雕 这个时代也很兴生 云冈石雕是曲阳人建造的 这不会有什么夸张 纸烧是曲阳人参与建造的 后来这个 这个卑魏的国渡部又搬到洛阳 又建造了这个龙美石雕 这当然还是这套人嘛 这烧之四大石雕 六个洋大石雕 是曲阳人建造的 礼堂之事 在我国历史中 为黄金时代 文质武功 巨真极盛 国运龙胜 为前所未有 石雕造像 从秦汉的淳朴粗犷 到精致完美的唐代 技术精湛 人物田径 造型丰满 衣文清晰 然石雕之题材 仍为宗教与丧葬之用 宋代的造像石雕 也有唐代的遗风 但是布局多加以山水树木鸟兽 加以画风 前代少有 然而佛像的雕刻 已有所改变 宋代最受信仰者为观音 原来的偶像 变为和蔼可亲的人类 性别也变为女性 姿态秀丽 女性美成为观音特征之一 宗教题材表现减少 自然与人民的日常生活见多 时间之河从未停止过 许阳人依然 这座静静的院落里 留下了岁月的印记 院中陈列的石雕作品 述说着许多故事 这块古老而深邃的土地 和光辉灿烂的文化艺术遗产 补育了一代石雕名家 卢静桥 我国工艺美术界的当代名人 一代杰出的雕刻家 他的石雕造型优美 构思别致 刀工洗面 文献流畅 文有文姿 无有五色 神形碧具 被人们誉为 卢静桥石雕 卢静桥雕刻 一不用绘图 二不用素质模型 凭着一把锤子 几根钢签 就可以悦然石上 天女散花 运用医者来回翻折的原理 巧妙地把远离主体的衣带 重新连接 姿态婀娑美 呈现出流荡飘逸之美 许阳石雕在1980年以前 两千多年的雕刻题材 一直为传统的佛像 观音像 石兽 石虎 侍女等 改革开放后 为了更好地适应 工艺市场的需求 石雕题材发生了改变 大量的曲扬 仿西洋石雕作品 运送海外 曲扬这座石雕名城 又一次迎来了日落 而在中国大地的 另一个临海的地方 一群美丽的姑娘正在迎着晚霞 踏着海浪 翩翩起舞 汇安县 汇安县位于福建省东南瑜的泉州湾与梅州湾之间 宾临台湾海峡 是著名的桥乡 也是台湾汉族同胞主要的祖籍地 这里的惠安女子 以其独特的民族服饰成为特色 更以美丽 更以美丽 善良 勤劳 贤惠 而著称于世 慧安县的石雕艺术像慧安女子一样文明 慧安石雕工艺最早可追溯到唐宋年间 石雕工艺用于造像 雕筑 墓葬 碑记 明末清初以后 意业日益发展 品类增多 技法精细 风格多雅 佛像体貌凝重庄严 悬罗发顶 神态自若 透雕笼柱 壮如以凌空而下 又将殉疾腾空而起的姿态 他昂首寻世 张口呼啸之壮 真是生动活现 矫健有力 慧安重吴古城 面对台湾海峡 地势险要 古城实践于明代 防御倭寇的侵扰 慧安洛阳镇洛阳江口的洛阳桥 是慧安先民于北宋时期建造的 中国第一座梁式海岗石桥 也是慧安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石雕建筑工程 造势宏大 技艺高超 独特的石垢瓶梁 法型基础的造桥技术 被誉为海内第一桥 与赵州桥等并列中国四大著名古桥 独特的闽阅文化 展现了多姿多彩的民俗风貌 慧安的石雕工艺 同样多姿多彩 慧安石雕艺人 经千百年的锤炼 把中原文化 闽月文化 海洋文化 融为一体 沿袭唐代遗风 宋元神韵 明清风范的精华 逐渐形成其精雕细刻 仙巧灵动的南派雕刻风格 优优独特的音乐 优独特的音乐 清代惠安石雕大师李周 把绘画技术运用于石雕工艺 一改北派石师正面敦坐 形式凶猛的传统形象 创造性地雕出摇头摆尾的南派石师 使惠安的石雕风格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北派的这个狮子呢 因为它狮子它的一个功能呢 它就是复艳所宅啊 在民间它是复艳所宅 在关府当中它是体现一种威仪 所以过去的一般的石狮呢 它主要的是放在崖门口 所以北方的狮子呢 它就很威严 很威严 所以它的造型上来说呢 就比较古板 它体现了一种威严 就显得比较古板 比较严肃的样子 那南派的狮子呢 它广泛的应用在 不仅仅是在寺庙 关宅 这个关府的这个衙门当中 它广泛的应用在这个民众的民宅当中 所以呢它这个呢 它主要是一个什么呢 它是一个吉祥的 正宅七邪辟邪的这么一种吉祥物的这么一个作用 所以它就表现出非常一种很灵动的 非常活泼的这么一种形态 比如说北方的狮子它这个就是都是直视的 有着头低低的 南派的狮子是摇头摆尾 摇头摆尾 所以它就显示了一种非常活泼的喜庆的这么一种动感 给人这么一种动感 那么这些年来我们的这个 这边的狮子的造型呢 也随着生活的这个发展 社会的发展 它互有很多新的内容 比如说有一些是报囚的 双丝报囚的 有狮子报囚的 有一些是现前的 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 老百姓图极力要赚钱嘛 它有的就把钱的这些呢 跟它就跟它结合在一块 互有它的很世俗的 日常生活化的这么一些新的内容 所以它表现的造型呢 非常的丰富 但它总的一个 就是给人带来这种吉祥 现如今 惠安的龙柱雕刻 更是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造型和雕刻技法 为世人所称道 也就是说那种雕龙形式 它主要是胡雕 高胡雕的形式 当时呢 雕刻的这个呢 就比较呢 就是比较简洁 比较有低度 很有张力 比较简洁 那么现代的龙柱呢 就是说现这些年来我们形成了新的一种雕刻 雕龙的这种形式呢 这里面我想呢有几个原因 一个是得益什么工具的 更新 创新 因为我们现在电动工具的广泛的应用 使我们的雕刻呢 可以更加精细 比如说落空雕 原来靠手工雕呢 要靠手工的工具呢 你要落空的难度就非常大 但是现在用电动工具呢 就可以克服了手工工具的一种突奔的这么一种局限 所以它可以做得非常精细 尤其是落空雕的 所以呢这工具的更新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第二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呢 这些年来台湾的东南亚的 它大量的到我们惠安这边来制作加工龙柱 它们的设计呢 它们希望做得非常的繁复 把龙柱呢做得非常的繁复 加入了很多要素 比如说海浪啦 云朵啦 还有一些吉祥物啦 它都把它综合到龙柱当中去的 所以说龙柱就越克越繁复 越克越精细 形成它自己的一种风格 惠安石雕主要用材是花钢盐 近代各种食材都是惠安石雕艺员的用料 建国后 惠安石雕进入了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因其作品的制作精美 题材广泛 惠安被视为中国石雕艺术的大官员 惠安的石雕艺人 用精湛的雕刻记忆 赢得了世人的赞叹和尊敬 石雕艺人 既保留了中国传统的雕刻形态与灵魂 又开始了新的探索与追求 惠安石雕据我所了解的 现在咱们中国几个发展得非常好的 民间的雕刻意说的集中点 可以说基地民间的 那么北方譬如是有曲洋 那是有很长很悠久的历史了 从北起北位就开始打石雕了 一直打到现在 那么其次南方的话 也有好几个民间点 比如说是东洋的木雕 那么这儿手上的石雕 那么青田的石雕 那么这个惠安 惠安其实它是个 应该说它开始的时候并不是很早 但是它的传统 就是莆田这一个系统 就一直传下来了 那是从南宋以后就开始发展 那么一直有非常好的木雕传统 石雕传统也有 但是呢 那么这个惠安 现在这个呢 其实也就解放以后 可能是六十年代开始 才逐渐开始有 发展最好 也就是最近十年的事情 惠安 但是它有个好处 就是它是以前有一批 非常精彩的民间艺人 而这些民间艺人的水平呢 我认为不管石雕和木雕 都可以达到我们中国的这个 封建社会末期的最高的 艺术标准的 明清的艺术标准 艺术水平的这个 这个这个都可以达得到 这件近代石雕佳作 释迦牟尼佛立像 继承着菩萨如宫女的造型传统 面部显得端庄静木 浮祥美丽 蒙蒙隆隆的躯体 使衣着有了透明和轻盈 佛像有北魏佛像之神 又在技法上简洁概括 圆润平滑 一件精着细刻的佛像之精品 我们中国自己本来有 如此生活的财富在这 怎么能够不吸收呢 那么吸收我们财富 一个就是古代雕塑的研究 这个这个 一个就是我们活的 活的传统在这儿 所以呢就是 我就是非常重视 这个基点的一种工作 这里头就有两个东西 一个就是我们作为一个雕刻家 专业的雕刻家 那么他就培养学生 应该是 这个是我们学习的一个基点 现在我们应该老老实实 就是向这些真厚的民间艺术传统的 这个来学习 那当然呢 我们民间艺术 这个我刚才说的 就是他的这个 这座这个文化水平 还是有局限 很多的 那么就是必须要 他们呢也需要 才能够吸收我们这个 美术学院方面的 院校的这个 教科家的 一些 一些 有点 所以这样就产生一个 要互相结合的过程 这才是我们中国的 发展的方向 作品中 作者把劳作的 惠安女 处理成剪影之状 身后是无波的大海 惠安女相互倾诉革心 倾诉梦逸 影雕是近代刚刚发展的 新的石雕类别 影雕是在传统石雕 真黑白工艺的基础上 创新发展而来 不但构图影像逼真 更有不褪色 保存永久的特色 独具艺术神韵 这件影雕作品《毛泽东》 出自福建工艺美术大师 刘碧兰之首 一位朴实无华的惠安女子 中文制境 work 当时做的时候 做差不多一块 那個四十成一五十的 做了半顧多月 那时间都还差不多 做完成的时候 我們師父跟常領導 跟過來參觀的人 說做得很像 很畢竟 說這個毛主席像 毛主席像真的不是非常好做的 也不是說其他的照片 可以隨便一點 這個毛主席像不是隨便可以做的 那時候除了壓力以外 還有一點心情是說 非常的那個對那個毛主席的尊敬 這樣的心情來做 劉璧南的影雕可以說是 徽安影雕的一個接觸的代表 因為劉璧南他的藝術成就得到了 國內外的高度的評價 他個人被受為公益美术大師 這麼一個榮譽稱號 他的作品呢 相當一部分是為我們各國的國家研究 做那個肖像 做肖像 那劉璧南的影雕 他實際上他是在80年代 他就開始呢 在藝術界產生了影響 可以這樣說呢 他是會安影雕發展過程當中 一個接觸的代表 那麼劉璧南應該說他的影雕呢 可以說呢 達到什麼出神物化的這麼一種效果 特別是呢這個領袖人物的 比如說毛主席像 他當時呢給毛主席雕的那個肖像 確實雕的這個非常的好 非常的傳神 他不只是形式而是神式 把那個偽人的那種這個精神風貌 充分地給他體現出來 所以他達到了很大的這個 很高的這個藝術水平 慧安石雕在傳統與現代之間 尋找著世界雕役之間的發展道路 和美好前景 所以我們目標是世界雕役之相 那麼在發展的過程當中 我們力度於一方面 既保留我們的傳統雕刻 傳統雕刻的這個 我們繼續保留花樣光大 民族的民間的這個優良的傳統 我們繼續保留花樣光大 另外一個方面呢 我們以開放的態度 來接納當代的藝術形式 包括國外的藝術形式 所以我們把國內 國際上的很多藝術家呢 飾演到慧安來 實現了中外雕刻藝術的一種交流 這樣對於我們整個雕刻藝術的 繼續發展 產生了巨大的推動 所以我們相信 在中外藝術家的這個幫助下面 我們慧安實現了世界雕役之相的目標呢 可以說是指日可待 宣布雕刻藝術的 這位阿蘇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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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